今天我收到的这一块硬盘绝对可以说是刷新了我这边最快的损坏记录 硬盘是这名网友新买的并且相说权 这个叫啥科书品牌的硬盘 我没有听说过啊 据说这一块盘第一次往里面塞了几十G的数据以后 再换到其他电脑上就不识别了 后面他又陆续换了几台机器重复尝试也是无法被识别到的 这种盘我感觉不能叫一次性硬盘了 一次性至少要往里面写完以后等数据读完再换码 这个都还没有读完就无法识别了 完全可以说是数据文化炉 当然我也不能只听对方的一面支持是吧 具体嘛还是要先给他测量一下 现在我用的是他原装的数据线 咱们来通电看看 电流还是可以跑上来的 这一个盘接电脑的时候是有声音的 不过上面没有弹出任何分区 甚至连一个未出始化都没有 咱们打开检测工具来看一下 我们大致判断一下他是不是一个大号U盘 主控型号并没有检测到 现在我们再给他拆开详细研究一下吧 希望里面不要是一张TF卡 应该是加热两侧的挡板可以拆出来的 这种外壳我之前拆过类似的 还真的有硬盘呢 这是一个2259XT2的主控 硬盘是用的是一个king点 好像翻译过来叫经典吧 这个我听过 该不会是掉过键了吧 先让我把这个螺丝给拧开 好的硬盘我已经给他拆出来了 咱们来看一下他用的是什么颗粒 这个应该是废品回收过来的东芝1MLC颗粒 而且这个批次还是16年的 咱们上机看看吧 现在用我自己的转接板来测试一下 我这边转接也是没有反应的 只亮了一个红灯 咱们短接看一下这个颗粒的真实身份 这边我打开工具检查了一下 颗粒确实是东芝的 一共有4个ID 一个都不少 这种颗粒一般是来源于 寿命写完的企业盘拆机 之前大传靠案卸下了不少 也有不少网友掉到坑里面的 颗粒能用多久完全看脸 运气不好的话就会像这样 一次不到就挂了 这一个盘里面的数据 我已经开始一点一点的给它滤掉了 损坏是肯定有的 因为这里时不时都弹出一些报错 这同时也证明 这盘用的颗粒实在是太垃圾了 还是建议大家远离这种小众品牌吧 现在我是又收到了一块 清灰失败的980 Pro 按照当事人的描述 它是在一次清完灰以后 再把硬盘装回去 就无法被识别了 就像我之前的990视频一样 因为它的前因后果已经弄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这极有可能 又是一个打破灰电平衡的硬盘 我们先给它通电检测一下吧 现在这一个盘的电流 看起来像是正常的 而且有跳变 现在我用硬盘和连接 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通过短接 它是可以正常识别到这个主控的 这就难搞了 假设按照以往的话 我肯定会判断它是调固件的 目前无解 但是这一块盘 它还额外加了一个条件 就是清完灰以后不识别的 我们暂且相信它 再撕开这个贴纸 详细检测一下吧 刚撕开贴纸看了一下 我发现这一块盘 它居然还是被修过一遍的 主控旁边还残留了不少的焊油 刚才贴纸贴着没看清楚 而且这个字体还是发黄的 我也把这一个情况给对方反馈了 对方也承认 确实是在其他地方维修过的 但是翻车了 而且还花了200块的检测费 正常情况下 我这里是没有检测费一说的 翻车了最多就把硬盘退回去吧 这一个本我还是赔得起的 其他的就不好做评价了 毕竟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嘛 我们还是先按照惯例 测量一下周围的供电情况吧 1.2V正常 3.3V3.3V2.5V1.8V1.1V0.75V 供电全部都有啊 如果这个盘他是第一次来找我的话 我个人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把握的 但是这个主控已经被干过一次了 脑死亡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但是颗粒可能没有干过 因为干颗粒要把后面这个贴纸给他撕下来 如果没撕直接干 这个贴纸百分百会缩水的 当时我是选择了知难而退 让对方留下地址原样发挥 如果想碰一下运气的话 作为二修盘就需要提供相对应的配件了 而且我也跟对方说了 干过一次的这个恢复成功率可能不高 对方觉得里面的资料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就直接给我订了一块全新的料板 想让我尽可能的给他抢救一下 当时我是给他推荐了PM9A1料板的 因为他比980Pro还要便宜几百块钱 两者的电路设计不能说完全相同 只能说一模一样 作为料板再适合不过了 不过对方觉得还是要稳一点 于是他就直接加钱上980Pro了 我们先拆开测试一下料板 料板的上电电流是0.40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一个二修盘 二修盘也差不多 料板上机识别是正常的 因为这一块盘的原始故障已经无穷查起了 所以只能进行乾坤大挪移 排除掉他原来主板的问题 在斑板之前我再次跟对方发布了宇宙安全声明 对方同意以后并且希望我能把这一个过程给他记录下来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干 先把贴纸给他撕了 现在两边的颗粒我是已经给他拆下来了 左边的是料板 右边的是患者 主控我并不急着干 因为我想试一下 他这个料板的大脑 再装上这个患者的身体 还能不能自由行动 虽然这个实验之前在大多数OEM盘上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正是零售版的我还没有尝试过 虽然不抱太大期望 但还是得试一下的嘛 如果可以的话 那还是可以省下不少功夫的 颗粒这边我已经给他装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电流一看就不对了 0.417 应该是直接进到一个1G的分区了 咱们来确认一下吧 果然是一个1G的分区 所以事实证明 只要是这种品牌的硬盘主控挂了 那肯定是数据不保的 现在我们再把它原来的主控给他换一下 现在硬盘上机还是没反应啊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了 本来我应该一拆下来的时候就直接测试这两个颗粒的 但是因为当时已经干到一半了 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现在我们再把这两个颗粒单独测试一下吧 颗粒ID我给他读了一下 只能识别出三个ID 通过刚才的进一步检查 现在确认是颗粒这边受到内伤了 螺丝孔这边露出的铜是连着其他芯片一起接地的 之前极有可能是主板电源没有完全断开 或者在放电不完全的情况下 遇到静电 然后静电从这边串到了这两个颗粒身上 把它们一拨带走了 虽然说设计上有一SD静电防护 但并不是万能的嘛 就像穿了护甲可以减少30%的伤害 并不意味着免疫伤害 现在只好再给他整理一下移用 把料板上面的颗粒跟主控给他复原一下 希望他可以继续使用 要不然这名老哥就要血亏了 料板上机识别是正常的 我们来格式化一下 好的格式化也正常 这样一个手搓980pro就这样诞生了 这个盘又是白忙活了一个晚上啊 没意思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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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